169 大公報 大市淡靜豬肉股起舞 2015年7月22日經濟A12 大公報信 記者劉晶信葵D 投資者入市意欲下降 港股繼續淡靜 大湖托起中移動00941沽售其他股份 次反復升131點 中移動股價漲4% 重上百元 為指數貢獻73點升幅 內地豬肉價格飆漲 豬肉股獲買盤喪升 普田食品01699股價升21% 中鐵建01186高層調任中鐵00390 市場炒作重組 中鐵建 中鐵股價升4%及6% 投資者對後市審慎 入市意欲淡靜 令到港股成交吹淡 次昨日高開24點後 買盤成接力約 指數稅掉頭回軟 增倒跌62點 淡大湖全力托起中移動 中聯通00762兩隻重磅電信股 指數財得以回升 最多漲229點 為高位沽貨者中 買貨者少 指數收市時升幅縮責131點 報25536點 而單隻中移動電貢獻指數73點升幅 國企指數則跌97點 報11871點 至今追捧三大電信股買賣兩閒 主板成交額再降5%至808億元 股票交頭佔550億元 主板成交減 廣交所00388股值自然要打席 廣交所股價昨日逆市向下跌1.2% 報228.4元 淡有野興賴山 沽空金額下降13%至75億元 分析員指出 全日收市時上升股份達805隻 下跌股份減少至752隻 顯示沽貨者中 大市欠缺方向 資金炒股吾炒市 個別主題股獲易捧 中移動 中聯通6月份上客量理想 讓投資者令眼相看 中聯通00762股價升5.8% 報11.56元 時最大升幅藍籌股 中移動股價則升4% 報102.2元 中鐵建黨委書記調度中鐵擔任黨委書記 市場憧憬今次人事變動時為合併兩間公司鋪路 中鐵建股價炒起 升6% 報11.8元 中鐵股價升4.8% 報7.77元 內地豬價在不足4個月時間上漲近五成 內地豬股週一率先漲停 本地豬股昨日更升 普田食品股價大幅抽高21% 報0.62元 衛山國際0.1340升19% 報1.44元 衛山國際收市後發營起 預期上半年營利增長不低於兩成 重磅萬洲國際00288升勢較弱 股價緊漲2.8% 報5.43元 國際金價週一閃崩後 昨日反覆偏遠 跌1.56美元每盎司 見1,106.94美元每盎司 金礦股未止跌 中國黃金國際0.2099跌4.1% 報10.66元 寧寶黃金0.3330跌1.9% 報1.54元 獲彭博譽為全球最準確貴金屬分析師的 新加坡華僑銀行經濟學家 Bonnabas 緊預期 金價將進一步走低 或跌至1,050美元每盎司 高評供 中文 超高評供 見1,050美元 中文 超高評供 評供